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乾隆皇帝的后妃肖像画 北京故宫收藏的皇帝和后妃们的肖像画非常多 如清朝的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到最后一位宣统皇帝 每位皇帝都留下了自己的画像 皇帝和后妃们都有穿戴整齐的朝服像 其中乾隆皇帝和他后妃们的画像是最多的 在这些画像中 一套以西方油画风格绘制的肖像画最为引人注目 这就是乾隆皇帝的皇后 孝贤淳皇后画像轴 孝贤淳皇后为人贤淑 深得乾隆皇帝的喜爱 这幅油画 画法细腻 将皇后的雍容姿态表现得很逼真 人物面部的解剖结构十分准确 明显运用了西方油画画法 颜料也采用了油画颜料 但是是画在纸上 而不是画在画布上 这一幅是慧贤皇贵妃像 慧贤皇贵妃是乾隆皇帝的贵妃 是大学士高宾的女儿 这幅画色彩鲜明亮丽 人物面部用柔和的笔法描绘 是典型的西方油画画法 衣服的质感也很明显 立体感很强 这是婉贫像 婉贫于乾隆十四年策封为婉贫 乾隆五十九年近为婉妃 享年九十二岁 是乾隆皇帝后妃中最长寿的 这幅画像也运用了油画画法 人物面部表情刻画细腻 与其他后妃像都属一种绘画风格 这些乾隆皇帝的后妃画像 为什么都是以西方的油画技法绘成 它的画者又是谁呢 从传世的大量清代宫廷绘画来看 宫廷画师能为皇帝或后妃画像 对画师来说是十分荣耀的事情 然而出于对皇帝和后妃们的敬畏 画家一般是不能在这些御荣画上署名的 这也是符合清宫规制的 因此寻找这些后妃像的画家 只能通过作品的创作年代和绘画风格来判断 从当时公职的宫廷画师来看 这些画像都是一位西方画师所绘 他就是意大利著名画师朗世宁 朗世宁当时在清宫中一个非常主要的工作 就是专门为皇帝和后妃们绘制肖像画 这些在清宫内务府档案中都有记载 朗世宁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清宫廷外国画家 他在清康熙五十四年来中国传教 1723年进入清皇宫成为宫廷画家 他在清宫生活了五十多年 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 朗世宁很好地融合了中西绘画技法 讲究西方绘画中的立体效果 注意透视和明暗 重视写实和结构准确的合理性 他的绘画技法深得乾隆皇帝的喜爱 朗世宁一直生活在清宫中 乾隆皇帝常常让朗世宁为自己和后妃们画像 除了众多后妃像 还有哈萨克贡马图 平安春信土 国亲王云里像等重要的画像 1766年 朗世宁在北京病逝 乾隆皇帝还亲自下旨 料理安葬事宜 这在宫廷画师的待遇中 是十分罕见的 除了收藏在北京故宫的这些后妃像 在海外也发现了朗世宁画的清宫地后画像 这是收藏在法国及美博物馆的乾隆皇帝 吉福半身朝福像和庆廷半身吉福油画肖像 与收藏在北京故宫的后妃油画都是同样的风格 还有令妃半身吉福油画肖像 纯晦慧慧妃像 同样都出自朗世宁之手 纯慧皇贵妃是满族人 这幅肖像画是目前所见纯慧皇贵妃唯一的朝福像 纯慧贵妃像使用了西洋的油画颜料 但并没有像油画那样画在画布上 而是画在高立纸上 画面色彩厚重 人物面部明亮 经过高光处理 基本看不到线条勾勒的痕迹 完全采用了夕阳油画技法 画家采用一种淡化明暗对比的方式 刻画出面部的五官结构 因此立体感很强 按理说 清宫的帝后画像应该是密不适人的皇家珍藏 那么这些画作又怎么会出现在万里之遥的异国博物馆呢 这与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英 美 俄 法 德 义 澳 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攻陷北京城 八国侵略军画地为戒 在各自势力范围大肆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有多少奇珍异宝在这场浩劫中被破坏 被抢劫 至今也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 当时北京紫禁城北面井山中的寿皇帝就是法国侵略军的司令部 法国指挥官名叫弗雷 弗雷和他的士兵们将许多中国皇家珍宝作为战利品带回了法国 乾隆皇帝和后妃们的肖像画也在其中 弗雷回国后 从1925年到1931年间 分多次将他抢劣的中国艺术品送给了法国政府 最初收藏在卢浮宫博物馆 1945年又移交给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 也就是后来的极美博物馆 弗雷夫妇共捐给极美博物馆 康熙南巡图第二卷 木兰图四卷 乾隆皇帝油画肖像 清代贵妃油画肖像等中国珍贵文物 共十八件 这些乾隆后妃们的画像不但是皇室成员的形象资料 更承载了一段让中国人难以忘怀的苦难历史 沈州文征明、唐银、裘英是中国明代著名的四位画家 后人并称他们为明四家 庐山高图是明四家之一沈州的代表作品 可有趣的是 画这幅画的时候 画家根本就没有去过庐山 那么沈州是怎么画出庐山高图来的呢 这这的时候 我们的自要平均是人物 最后的紫国一代化 就算了呢 龙至宇有 Hag问题